上一回说道 张老爷中了尸毒 晕倒在地 等他再次有意识的时候 看到的却是两条低垂的手臂 他反应了好半天才明白 那手臂是自己的 自己此刻正半悬在空中 原来是那条巨蟒在叼着自己前行 巨蟒把他从墓室中带出来 稍微走出了一段后 将他放在了一块大石头的旁边 是你救了我 谢谢你 不必客气 你同样也救了我 微凉的夜风一吹 张老爷又清醒了一些 这时张老爷才明白 原来这巨蟒的道横可不浅 竟然开了心智 可以口吐人言 快些宁神逼出尸毒吧 那尸拔还需要处理 多谢导游提醒 张老爷道过谢后 忙着稳住心神 盘膝运气打坐 整整一个时辰 尸毒才被逼出了体外 而在他运气逼毒的时候 那巨蟒一直守在旁边为他护发 看到张老爷逐渐恢复了体力 巨蟒又告诉他 那尸拔的尸体还在牧室之中 因为那尸拔生前吃了太多的人 力气很重 所以他并没有吞掉那尸拔 这一人一忙 将那尸拔从古墓中拖了出来 然后又找了一些枯枝 将尸拔一把火焚成了灰烬 尸拔被除 多谢你救了我 没让我祝约为虐 我也该回辽北了 道友 我可以拜托你一件事情吗 当然可以 我必会尽力而为 我尸毒入骨 虽然已经逼出体外 但身体已经受了重创 怕是活不了多久了 可此地尸器还未全部散去 日后必定还会是个祸患 我想在此设一个大阵 驱除尸器 可我无法长时间护阵 所以我想拜托道友留下守阵 不知道友能否答应 好吧 你要我守多久呢 等我儿子长大成人 必会来接替你的 我算过 我儿子天父道元深厚 日后会是救命于水火的大英雄 说来也怪 尸拔刚被焚为灰烬 天空中便开始阴云密布 不多时又起了大风 空气中也隐隐地有了水气 没一会儿 一场百姓期盼已久的雨水 终于落下了 经过这一晚 这一人一忙 顿时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也正是相谈甚欢 所以张老爷向巨蟒提了一个请求 原来张老爷看出这尸拔虽然已除 但是这一片的尸气却还未散去 时间久了对百姓依然是个祸患 所以就想在此处设阵驱除尸气 可这阵法需要有人守护 但是自己恐怕撑不了太久 虽然初次见面 就提出这样的要求 有些强人所难 但是为了一方百姓 张老爷还是开了口 这巨蟒敬重张老爷的人品 虽然他更想回辽北 但是思量了一下后 还是答应了下来 巨蟒到今天依然记得 张老爷在提起儿子时 那慈爱的目光中 寄托了无尽的期望 巨蟒讲到这里 张道爷的泪水早已溢满了眼眶 咽了半天 说不出一句话来 你爹一直相信你会来接替我 不过我这一等 时间可有点长 自己只知道 爹那天回来后就生了重病 可是他每天依旧在忙碌着 他从来不知 竟然还有这样的事 原来爹是为了守护这一方百姓而死的 爹在世时 一直用心地教导自己 但从不强求自己去做什么 他也从来不知 爹对自己寄托了那么大的期望 可是自己呢 辜负了爹多年的悉心教导 诺大的家业全都被自己败光了 就连爹住了一辈子的祖宅都被自己赌博输掉了 疯狂地大吼过后 张道爷大声地痛哭了起来 陷入了无休止的自责当中 而天机子道长和那巨蟒 并没有上前阻止他 任由他发泄 也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 张道爷听到那巨蟒 又缓缓地开了口 现在你来了 那尸气也散尽了 我也该走了 听完巨蟒的话 张道爷止住了哭声 有些呆愣地看着自己的手掌 他有些怀疑自己真的能行吗 月以息坠 那巨蟒看起来也是思想心切 打了个招呼就准备离开了 突然间大雾升起 那巨蟒身形一窜 一头扎入了雾气之中 借着月光两个人看到那巨蟒 竟似腾云架无一般 飞入空中后 渐渐地消失了 张道爷这一晚的经历 跟神鬼故事似的 脑子也想不明白太多 不过天机子道长却看出 那巨蟒很快就要化交了 怪不得着急回东北仙山 送走了巨蟒 天机子道长这才转头 问起天父接下来的打算 人的一生 全凭自己的选择 而做什么选择全凭造化 天机子道长夜不好相逼 此时的张道爷已经幡然悔悟 不想再去过以前那种荒唐的日子 下定决心 拜了天机子为师 从此张天福便跟随天机子 在铁牛罐学道 做了挂名道士 取名张道柳 不过他这么大气的名字 真是没几个人知道 至少廖凤一就一直喊他破老道 当然 俗话说江山一改本性难移 这破老道道了道观后 虽然收心了不少 但是还有不少的恶习 当道士的生活清贫而规律 严守规矩的日子 他可受不了 于是破老道经常偷偷下山喝酒 总是醉醺醺的样子 而且他一天到晚的没个正行 惹得其他师兄弟 对他意见很大 可是他却从来不在乎 若不是一直有天机子护着他 恐怕他早就犯了重怒 被碾下山了 可是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血 总是喝醉 就难免会惹出大祸 一次 他喝醉回来后 不小心把手中的酒坛子 给甩了出去 这一下可坏了 竟然砸到了人 而且还不是一般人 是路过此地 在倒灌借宿的朝廷二品钦差大人 那酒坛子正巧砸在了 出来观景的钦差大人的脑袋上 顿时那鲜血就下来了 这一下可惹了大祸 别说一个小小的铁牛罐 就连扶牛阵的百姓都得跟着遭殃 好在天机子的名声在外 答应给钦差大人推掩仕途 然后又把道观所有的积蓄 拿出赔罪 才将事情压了下来 事情虽然解决了 可是这次破老到闯的祸 实在是太大 就算有天机子护着 也不能再留在道观 无奈之下只好出去闯荡江湖 但是他学艺不经 闯荡了好几年 是越混越差 若不是阴阳连赶诗人李道府的收留 恐怕早就饿死街头了 破老到的身世讲到这里 就告一段落了 至于后面 他如何降服古藤妖人 阴差阳错地成为了扶牛阵真神的故事 我们后面再讲 再说廖凤一 既然决定了去辽北 休养了几天后 他就跟破老到和小沙到了别 说实话 虽然与破老到交往不久 但是两人一起经历过数次生死 临别之时 真的有些百感交集 但是江湖上有句话说得好 青山不倒绿水长流 两人日后必定会再次相见 在破老到和小沙不舍的叮嘱中 廖凤一踏上了去辽北的路途 也即将开启赴东北仙山的冒险新篇章 这个情节是正好 优优独播剧场上